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涌场 所有艰苦的逞强 身上泪和伤 明居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从新开始 灿烂新天地 美丽高兴起 未来的路灯 我展示高兵 安静 所以我站在哪里 不是脸 是胸部 我胸部这么大 我整双干嘛 都说酒后吐真言了 也许你的潜意识 才是最老实的 你的潜意识告诉我 他还不够大 可是我没有感觉 开玩笑的 所以我到底做了什么 姚小姐 已经说完了 鸣歇会顾 来 谢谢 但我还没有走 再花送点 姚小姐 门口在那里 请慢走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没有要走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不认为现在的 你适合聊天 喝醉了 我帮你教程 我很清醒 所以我现在 来这里找你 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好 按照我今行程 我只能给你五分钟时间 想说什么说吧 好 我没有魅力吗 我不漂亮吗 我很丑吗 好 如果你指的是我叫你打肉毒的事情 那你真的多想了 美丑跟完美无关 世上再美的人打一针也只会更美而已 那如果你指的是收费的事情 任何人只要走进这里 厉害 所以呢 再漂亮的人 不到收费 差别只赛与折扣 好 我说完了 谢谢 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听不懂吗 我再问你一次 请问可以帮我洗东西吗 洗什么 喜欢我 这不是你的啃吗 哈啰 啃吗 你到底当我什么东西 需要我收就约我出来 对我那么温柔还叫我 Dee 现在不需要我了 就叫我姚小姐 还再也不约我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啊 等一下 千万不要用你这个 专业医生的眼光来看 Be a man 用一个男人的眼光来看一下 我漂亮吗 当然 你可爱 性感又美丽 那你为什么对我无道理睁 为什么 OK 说 OK 你真的喝醉了 好 等一下 五分钟到了 你 从我第一天认识你 你就一直在时间 时间有那么重要吗 是 好 那我现在就让你忘记时间 好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觉得 五分钟不够了 我怎么会做那么丢脸的事 喝点水吧 谢谢 谢谢 一般来说呢 从现在开始的七十分钟 是我早前的一家时间 但看来我今天的完美行程 是报销的 就因为你 曹医师 我真的很抱歉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曹医师 你好 请问送喜的衣服在哪里 就柜台那一袋 但可雷要特别处理一下 因为被人 秃得很艺术 好的 没问题 交给我处理 谢谢 曹医师 曹医师 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 不然这个洗衣费 就让我来出发 你是不是在闪我会说不用 要 而且要买一套全新的给我 这个小气怪 对不起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不用 要 而且要买一套全新的给我 爱情的小气口 对 你说的对 我会再买一套给你的 那不好意思 我可以借个洗手间吗 当然 出门又转到底 右边男生走低女生 谢谢 该不会厕所门口 坐了一个阿婆 等着要跟我收钱吧 我付十块 你放心 厕所太小了 不会阿婆的 但十块我收 对不起 凌晨幽默 那我现在就让你忘记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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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我只是搬个家了 又不是永远不见面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租的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错 等我布置好了之后呢 我再邀大家来玩 秋婷 那种房子你也看过啊 就是这种钱买的那个 你赶快跟他们说有多好 你干嘛 我拿你行李啊 你不准走啊 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 可以两次搬走就好 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秋婷你又来了 你觉得我不应该搬走 应该搬走的是你们两个 可是你觉得的就是对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秋婷我告诉你 我现在真的很高兴 因为呢 我很开心可以自己决定 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做 以后该怎么走 想要干嘛就干嘛 我是真的很开心 凯莉 其实我们都明白 你想搬离这里 就是想要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至少这是凯莉自己的选择 好了啦 凯莉只是搬家而已 她还是要去顾韩琳的仲介摊 等韩琳回来 她还是要回美靠上班 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见面 所以呢 就开心一点 尊重凯莉 并且祝福她 对啊 又不是搬离开之后 就不回来了 大家以后还是有机会见面 不用搞那么矫情 对嘛 可以 我真的抱歉 好啦雅芝 你不要道歉了 你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 就这样不说的 我们一定会还会见面嘛 我们是朋友啊 对吗 对了 等一下进房间 我有事你要跟你说 雅芝 这里都是秋婷夏天的衣服 西装 还有那些不能折的去挂着 然后她很喜欢穿T恤 都是很舒服 所以她T恤 全部在下面的柜子里面 然后这里 冬天的衣服 都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都收纳好了 所以到时候你要用 再拿出来整理 天安 你真的很细心 不会 你也知道秋菱 都不太会记得 这些琐碎的事情 那我就只好交代你了 到时候你再用 自己的方式收纳了 对 这个 这个是秋婷很珍惜的围巾 这应该是你打给她的吧 对 其实当时我就应该要知道了 很多东西都不能强求 不是我的再什么努力 也不会属于我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凯莉 好 雅致 你不用跟我道歉 也不要说对不起 也不要哭 也不要难过 让事情都过去了吧 你应该要祝福我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比你的老鼠哥 好一百万倍的男人 所以你要祝福我 凯莉 祝福我 这几天很恐怖 真的很对不起 我来就好 作业 谢谢你 凯莉 谢谢你 谢谢你 包容我 谢谢你 你爱着我 你从未 放开过我的手 你眼里的温柔 暖和了我 勇敢是我对你的承诺 好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雅致 加油 好 那我们走了 小心开 来 走 走 走 凯莉搬出爱情公寓了 对 仲嫌一早就去接凯莉了 凯莉现在搬去 仲嫌新买的房子住了 这也好 仲嫌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个好消息 好消息 对Alan王来说是好消息 因为仲嫌就會去追凯莉 然后小干妈呢 她就不会让仲嫌跟韩玲 送作队 你没想得太远了吧 当然 潜在的情敌 一定要第一时间排除的 我现在每天都要祈祷 凯莉跟仲嫌可以早日 修成正果 你是开心 但是以后在爱情公寓 就见不到凯莉 我会很想她 搬出去也不见得是坏事 这样子她可以赶快走出来 展开新的人生 对 现在重要的是开始新的感情 姚经理早 姚经理早 早安 走 姚经理 你现在怎么穿的跟凯莉 是 你昨天庆功宴完没有换衣服 来 你说 去哪里 更重要的是 是跟谁去 是不是大帅哥 昨天我临时有事 来不及换 等一下不是要跟士气姐开会吗 我先去准备 语焉不详 看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对 一定有尖 尖 尖 尖什么 尖难的处境 难怪她说不出来 好了 不要八卦了 准备开外包 好 就这样走 你好 林氏企业非常重视 这次的医美投资 也很重视跟曹凯思的合作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 可以把签约记者会做到 金山金美 这样跟我们的意思吗 好 这次的签约记者会 已经有完整的计划了 目前就针对不同的场地 而做不同的方案 分工方面 黄总监就负责场地规划 那上飞负责场地布置 私次负责现场拍摄 那指鱼就负责联络媒体 还有讲稿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来报告一下工作进行 好 目前记者会的场地 我已经洽谈了几家 五星级饭店的展演厅 那最后会选哪一个场地呢 我们必须考量到时候出席的人数 以及记者会规格的一些因素 希望可以避免太过拥挤 以及人太少的情形 媒体的部分 我会尽快确认人数 因为曹凯思的技术受到很大的推崇 媒体的参与率其实蛮高的 曹医师的讲稿部分 我已经调列出一些重点了 这两天就可以完成了 好 不行 两天太久了 讲稿的部分 还要跟曹凯思那边对 我怕来回需要时间了 所以我希望明天以前 可以拿到出稿 好 芷芸 那你就在明天以前完成 好的 没问题 好 既然大家都已经分工完成了 我希望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 这样懂公司吗 知道 好 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谁会打 会打围巾的 我会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去忙吗 赛哥总监 这个送给你 好 好 可愛的三杯 来 谢谢 大美女芷芸 来 谢谢海哥 那个美丽总编没在呢 总编外出开会了 这样想起来 来 那个芝芝小姐 这个送你 谢谢 好大一束花 不公平 谁叫芝芝小姐 是我的最佳女主角 对了 这次的广告拍摄非常地顺利 多亏了你们这些演员的帮忙 好 早一天大家有空 我做东 请大家吃大餐 那我要吃 咖啡咖啡 你是看不起海哥 以海哥的身价 应该要吃到米其林三星的 画室料理了 才可以称投他的地位 不公平 海哥 请吃大餐太浪费了 因为吃完就没了 你不如把这笔钱省下来 拿来向我们美靠儿的广告 对 你们的杂志很多人在看 这也算是一种多方便的行销 我知道这叫做双银 等我回去 我再发一点资料给你们 海哥 如果要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的话 建议您看三期 什么三期 我整个包下去了 谢谢海哥 那个海哥 我们有投资医美啊 那个五美丽 就是我们投资那个整形医生 他整出来的 那医生有厉害耶 那个五美丽不是叫整形 他叫投胎 海哥 你那么有钱 又是人生胜利主 那你有没有考虑 让神之手医生帮你整形呢 帮你整成 偶像俱难义 那个五美丽 什么偶像俱难义 我已经率成九十八分了 很多人来给我倒贴呢 如果率到一百分 我们乡下会暴动 那海哥 你没有请光星一起来吃晚餐 一样 不读不回不接电话 算了啦 我不要逼他了啦 我有准备一份礼物 我知道你们跟三同修很熟 再麻烦你们转交给他啦 好 光星哥不会收下你的礼物 但他可以收下你的诚意 这是声明书 请你签下放弃 《桃花园寻觅篇》第一版 的所有权 阿姆哥 我很喜欢第一版 下一次我们家 投资那个零姑塔的时候 我要拿来用啊 不然这样子啦 你跟三同修说 我再贴他一点钱啦 海哥 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解决的 你如果真的对光星哥 有点愧疚的话 你就把他的作品还给他 让他完成属于自己的创作 你在发什么呆啊 你又发出那个菩萨的光芒了 好啦 快签名啦 好 好啦 我给你口译啦 好 好 光星哥大人有大量 我会劝他不要再跟你计较 还有 你有答应 要下每靠一年的广告 你别忘记了 是 思思小姐交代的 我一定做到稿 喂 你好 对 我是孟一气老板 明天要包场 小姐 我们明天客人应该 喂 你好 请问是要包场吗 好 那我们现在包场 優位加十五万块 可以吗 可以啊 喂 你好 对 我是孟一气老板 明天要包场 明天要包场 我们明天要包场 明天要包场 小姐 我们明天客人应该 喂 你好 学问是要包场吗 那我们现在包场 优惠一加四五万块 可以吗 可以吗 那需要帮你准备几个座位 不用 那咖啡 拿铁 是需要什么其他的应用 五万 小姐 那我们明天 场地就给你包下 那我给你配留一电话吗 好 请说 好 在明天见了 好 谢谢 拜拜 光信 你试试搭一口 跟人家要五万块场地费 五万块一口呆 我都觉得我亏了 我应该开十万块 我有一个大胆的要求 我可以给你自拍一张吗 这样我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一直看到你了 来 看这边 西瓜甜不甜 甜 好 来 好 谢谢 这样我晚上就不会睡不着了 好 各位 我先回去一趟了 我要处理桃花源的公开行销事宜 那有空在上海台北找大家亲头 来 思思小姐 等我 海哥真是热情如火 知求对决 思思 真的是不可思议 没有想到 在乡下是有市场的 趁海哥要没有后悔 赶快嫁给他 不行 好不容易挖到金矿 不可以让海哥这么快得手 我们要从中捞一点好处 对 上飞是贪小便宜的天才 你听他的 好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我们都不知道要回到什么 去哪里找海哥 不是 我要去洗手间了 对 光兴哥 你的孩子 我帮你保重 什么 你怀了光兴哥学长的孩子 天 你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赖 学长 我妈很澄清 学长 在日子都没有跟你见面 你不要在那边偶别扣 听他们怎么讲 不用任何条件 他不会把制作费收回去吗 这是海哥对你的心意 不要求任何回报 什么的孩子 我的孩子早就夭折了 光兴哥 他只是身未完成而已 只要你继续创作的话 一样可以赋予他生命 海哥他一直想要把 这支片当作灵骨塔的广告 我坚决不准 我就好奇 为什么海哥这么听实实的话 你知道 子昀有偷偷傳訊息跟我说了 也许 海哥真的是对思思有感觉 所以上次 海哥说思思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仙女 这就是海哥在对思思告白 海哥很喜欢思思 放心了 你吃素了 怎么可能 我只要提醒你 像海哥这样的惨疚 身边怎么能少人 那么漂亮的女生 自己要小心 你知道真的对我很好 学长 结果我可以帮思思作证 上次海哥在帮思思拍广告的时候 他的眼睛瞪得超级大力 又目不转睛的 一会儿说思思像菩萨 一会儿说思思像仙女 身上有光 所以我觉得 那 海哥应该是对思思 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 也或许海哥觉得 跟思思很有缘吧 毕竟他们 正在路上巧遇过了 如果是这样的说法 我可以接受 思思 恭喜你 终于找到你的归属了 光耀星哥 身为三横的首席粉丝 就算身后有一千个男人追我 但我依然一心一意 只想着你 我 的作品 《桃花源时秘篇》第一版 是你偶心溺血的创作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它丢下不管的 虽然它下来只是个未完成的广告片 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潜力 只要你给它一个完整的结尾 它一定会是一部很帮的微电影的 这一次 不管我是当演员 还是当工作人员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我也是 是 相信神长 我一定会帮助你把小孩伸出来 我一定会帮助你把小孩伸出来 七位伸出来 我刚刚有出声 我不就 好啦 别想起 我有看到你前面那一段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看完你的大桌 可以 那我先讲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就代表你支持不够 你不要根本事可以说 放 À了 騙子滿有質感 壞就壞在成熟家庭 人家都不吃牛肉 你硬塞牛肉給他吃 他一定不吃的 看得出來你有很多想法 不如把它完成呢 詩詩也是這樣講的 反正我沒有錢 拍片很花錢的 這部片都是海哥錯解 還好他沒有把製作費拿回去 你如果缺錢的話 你可以去募資 募資 你還救我錢 你就上募資平台 說不定會有天使投資人 我這個不什麼商言大騙 無力可圖 然後弄笨的天使 你就把你的作品 PO上社群網站 然後如果你累積到 一定的點閱率的話 說不定就會有廠商 還是那些金主自動早上門來 如果又來個海哥怎麼辦 以為初遣就是老大 對我的作品動手動腳的 我的心血 經不起電視最慘 你會這樣子想 就代表你對你的作品 不夠自信 我的作品用了大量的隱喻 所以要看得懂 本來就比較難 我不是對我自己沒有信心 是對觀眾沒有信心 你看我 你現在連一個觀眾都沒用 你還會擔心說 觀眾看不看得懂你的作品 你如果不能先爭取大眾的認同 那你再怎麼有才華 也不過是孤方自賞而已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一直打 一直重複就好 對 一直重複到你想要的長度 然後你可以依照對方的身高 來決定要適當的長度 那你覺得我要不要打一些花樣 花樣 我覺得第一次打花樣 可能會有一點點困難 是 而且我覺得術室的圍巾 還比較有質感 也是 如果那個花樣打太多 我怕會看起來去 對 由上往下 對 就這樣一直這樣子 對 好 等一下 我記一下 由上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學打麻 現在要記不記得 是啊 我怕如果你不在 我忘記了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光亮哥 姐 幹嘛 我來找淑貞吃午餐 你們去就好 你找淑貞吃午餐 你們去就好 你找我幹嘛 我去 等一下 我真的會說 不是有事情想要跟你商量 什麼事 就是那個Alan黃 不是安排我和淑貞跳開場舞嗎 你也知道我肢體障礙 去跟他討論一下 看他可不可以改一下那個開場節目 不是 你們夫妻倆跳開場舞 不是 對我們臨時企業是加分的 你知道嗎 而且晚上上飛不是要教你們練舞嗎 你就很好練 不要偷懶就好了 怎麼可能 趕時間就可以學會了 只要你願意努力學 時間是問題嗎 姐 這個是跳舞 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 好 你趕快去找淑貞吃飯 不要吵我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麼重要的事 我利用午休的時間 跟芷筠學這個打圍巾 姐 平常扣子掉 你就買一件新的了 你現在打圍巾 而且不要那麼忙 還要時間學了 你看 這樣你不要吵我 你看我露珍 這怎麼辦 沒關係 算回去就好了 趕快去 趕快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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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圈 穿過來 好 好 好 乾脆學 姐 妳們挑我的事情 你就給我好好學好好練 告訴你 晚上你們練舞的時候 我會去看 你不要偷懶知道嗎 來 好 乾脆學 我真的好奇這個客人 一口氣五萬塊就會進來了 問他們什麼包廠需求 比如說要多少座位 還是要什麼咖啡 還是什麼甜點 或什麼托影設備 全都不講 這樣真的很奇怪 那我們要準備什麼 他就叫我們把場地 還有任業準備好就好了 老實說這樣子有點頭痛 因為我不知道 他包廠的目的要幹嘛 到底是要慶生 還是要開會 那如果說他臨時要什麼東西 我們準備不出來怎麼辦 聽起來就像個怪人 幹嘛 妳會怕 不用擔心 待會兒我負責招待他 妳準備飲料就好 開什麼玩笑 怪人要交給我才對的 的確 妳很怪 哈囉 哈囉 兩位 上班時間不要放鬆 歡迎光臨 妳好 請問一下 是今天包廠的劉小姐嗎 妳們兩個把兩邊的窗簾放下來 客人需要隱私 不好意思 妳要不要選裡面一點的位置 因為妳今天是包廠 所以不會有其他客人 那如果把兩邊窗簾 都拉下來的話 這裡的光線會有一點太暗 妳哪位啊 店長嗎 為什麼要一直質疑我說的話呢 不好意思 我還是店長 算了 快點說完 快點結束 好 小心 那請問妳們還有幾位客人 兩位 兩位 那這樣的話 妳要先點菜 還是說等另外一個位到 再幾點 他已經到了 看到姐姐不會叫人 然後我先給你 小 Stark SN10 姐姐姓劉 而且從來沒有聽過小緣 講過她姐姐的事情 不覺得這比較奇怪嗎 拜託 小緣她們跟妳提過 她家裡的事 沒有 重點是她姐姐看起來 非常有情 整個技場跟小緣 根本不像是 從同一個家族走出來 裡面有什麼理性 媽的生日快到了 我會幫她幫一個慶生會 你要來嗎 以前沒有走過我 我幹嘛去 因為她很想妳 都是自己人 來不來 其實呢 兩年前我們已經搬家了 加個直播吧 我把地址傳給妳 許勝元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邊上班 媽說的啊 其實她一直很關心妳 說不定這個咖啡店外頭 她已經偷看過妳好幾次了 只是妳不知道而已 我們姐弟這麼久沒有見面 妳一定要這麼冷淡嗎 妳說完了嗎 這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妳這樣來找我 我會很困擾妳可以離開了 先坐下 先坐下 妳怎麼可以對妳姐 這麼沒有禮貌呢 姐姐妳好 我是小緣的 朋友李芳可 妳可以叫我Michael就好 不好意思 剛剛不知道妳是小緣的姐姐 沒有先跟妳打聲招呼 無所謂 妳有紙跟筆嗎 為了用LINE 那我把地址寫給妳 日期我就不寫了 媽的生日妳應該不至於忘記吧 我說我不去 小緣 你媽的生日妳怎麼可以不去 我不要去 姐姐不然這樣好了 我先跟妳加一個LINE 妳再把日期跟地址寫給我 我保證小緣會去 不要 不要 收錢 不要這樣子 小緣 好了 意思是說 我找妳就可以找到她 沒錯 妳朋友比妳懂事太多了 妳朋友比妳懂事太多了 先走了 發票 聽起來 謝謝光臨 小緣 不管妳跟妳姐姐有什麼恩怨 妳會想 妳一口氣幫末氣賺了五萬塊 是不是值得很開心 一杯咖啡一份甜點 做不到十分鐘就走 我們家上收五萬塊會不會太過分 不會 她自己甘願的不好 做妳吃 妳看 蛋糕一口都沒吃 然後這咖啡還剛這樣 來 半天妳都沒喝 她是打心酸的 手機給我 幫她塞一點 不要這樣 妳媽的生意妳一定要去 對 現在Kana也就搬去 重前新買的房子住 這幾天要那麼忙著搬家 都沒有空過來顧攤子 我跟上飛去看誰有空 我就輪輪過來幫妳過 怎麼了 你們要提早結束旅行 太好了 你們去太久了 早就該回來了 想死你們了 寶貝等一下 現在有客人來了 我再打給妳 拜拜 不好意思 跟我的未來老婆在講電話 對了 想要看什麼樣的房子 我們這邊很多房子可以選 原來五萬塊的蛋糕 吃起來這麼好吃 妳說妳跟妳姐 是沒有學員關係的姐弟 難怪 一個姓徐一個姓劉 而且兩個坐在一起 完全不像家人 比較像那種 雕門公主跟擦皮鞋的小鞋匠 為什麼小人是小鞋匠 那不是重點嗎 她爸爸是地方醫院的院長 然後她媽很早就死掉了 所以整個家族都很利愛她 難怪 光從她剛剛一進店裡的態度來看 感覺她就是一個很自我 很任性的人 接電話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出來了 什麼都沒有辦法 隨便你們 妳是從小被欺負 所以才離家出走 我是在我八歲的時候 跟著我媽改嫁住在她們家裡 那時候她應該十歲 我跟我媽的確是吃了不少狂痛 那現在應該不會了吧 既然妳姐姐都被包廠過來找妳 還叫妳回去幫妳媽慶生 那感覺她跟妳媽的感情 還是不錯的吧 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到世紀節的話 你需要一個好的軍師 歡迎大家來到 當作唱了簽約記者會的現場 林詩琴 她打動了嗎 其實我跟她關係 早就超過表白的階段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可是她親媽耶 她媽媽生日她怎麼可以不去啊 小元就要來 妳幹嘛一直看照片啊 放輕鬆 總有妳的啰嗦 在做選擇的時候 總有妳的幽默 在我無聊的時候 眼神裡的配合 多餘的話不多說 我知道 我知道 妳懂我 總有妳的啤酒 在我沈默的時候 總有妳的支撐 在想放棄的時候 披著我成英雄 披著我成英雄 做我身後的披風 讓我能 飛翔在天空 在我的身後 有一個披風 守護著我的喜怒和愛樂 分享我的夢 反彈我的痛 提醒著我 不在疲憊中凋落 在我的身後 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我肩 樓上的披風 瞭解我所有 從不曾退後 在天空中 一起盼行星閃爭 飄動的披風 呢